我这两天吃饭持续发生小意外 结果把筷子吃吃饿了 任势铁凡尸杠一顿不吃 饿得晃 好多粉丝死信我 让我吃顿炒饼 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 当然了 这家店我也是第一次来 至于好不好吃 咱们一块尝一尝 就是这万新寸炒饭 你好 三位 大姐有炒饼吗 行 徐车好远 就是为炒饼来的 来三份牛肉炒饼 一份加辣茬 一份加辣茬几蛋 最后一份加个鸡蛋饺 再给我来一碗 半切鸡蛋饺 太棒了 来一个皮蛋豆腐 麻酱黄瓜 刚才我在办公室里提今天中国吃炒饼 女同事都不愿意跟我来 来了两个男同事 大姐我蒜吧 我想抱点蒜背着 谢谢 炒饼必须配大蒜 麻酱黄瓜 皮蛋豆腐 这麻酱黄瓜应该给我拌完饭上来就对了 这皮蛋豆腐也得拌一拌 哦 好凉 我还是挺喜欢怂化这个味儿 这皮蛋豆腐吃完 太行嘴了 牛肉炒饼 加鸡蛋酱 加辣茬 炒饼啊 我还好久没吃 大蒜 它的这个牛肉炒饼是牛肉块 不是牛肉丝 这份炒饼20起 这么放牛肉价格成正比 它这盘子里有一块牛筋儿 我得着把 这筋儿特别像那个翡翠原石 炒饼的酱油味儿还是挺重的 我可能更耐吃那种勺浅一点 这个鸡蛋酱炒的也挺耐人的 炒饼的酱油味儿还是挺重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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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两天吃饭 持续发生小意外 结果把筷子使舌了 这口肉炒饼肯定不错 吃完这个盘子底下没有什么油 番茄 鸡蛋汤 这里面确实没找着喜红丝 今日小飞 131块 OK 咱们下回见 拜拜